好的 今天中天全球現場 我們要關心的是美國紐約了 因為現在傳出 美國紐約全程泡水 甚至地鐵都癱瘓了 更多內容交個心意 好 持續來關注美國紐約的狀況 造成美國東岸泡在水裡的颶風 埃達現在正在北移到新英格蘭 殘餘的水氣影響 紐澤西州以及紐約降下歷史性暴雨 兩個州的州長 不得不在當地時間2號凌晨2點鐘 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因為州內的雨水幾乎到處都是用灌的 總統拜登也表示 6000名國民警衛軍已經奉召 參與風災的救援以及善後工作 當局也會出動無人機協助 評估各地損失 同時已經要求軍方 還有其他機構提供相關的圖像 他指出就是拜登說 聯邦應急管理局 會向路易斯安那州來撥款 7700萬美元作為救助之用 路透社傳來這段最新畫面 是在費城 目前在當地超過20萬人無電可用 救災單位現在是出動的橡皮艇到處救援 而費城這場水患 其實可以說是從1869年以來 在費城最嚴重的一個大淹水 颶風愛打的雨微還沒有了 甚至引發驚人爆紅 美國紐約市剛剛提到進入緊急狀態之外 歷史性的天氣事件到現在目前 在紐約是奪走了22條人命 這是至少估計的 那災情同時也導致美網公開賽延後開始 路透社報導災情導致球迷還有選手是不容易 抵達位在皇后區的美網賽場 就是法蘭聖草地公園 而第一批賽事已經延後到中午登場 比正常開始時間晚了一個小時 這波的暴雨導致紐約街道 現在是成了溪流地鐵月台水流倾斜到處都是像是瀑布一樣 軌道也被淹到都看不到了 地鐵當局因此宣布全線停止服務 包括拉瓜迪亞甘乃迪國際機場 還有紐瓦克機場共有幾百架的航班被取消 同時也傳出一處航廈淹水了 現在包含了曼哈頓布朗克斯皇后區這幾個行政區 主要道路都是淹水封閉的狀態 救難單位持續拯救幾百人 可是還是疲於奔命 紐約製作美國的金融之都文化之都大淹水 現在重災區是在布魯克林區以及皇后區 紐約州長呢也是宣布緊急狀態 目前也跟拜登總統進行的通話 來看的是阿富汗的持續消息 ISISK自殺炸彈客8月底攻擊阿富汗喀布爾機場 當時導致13名美軍喪生 其中有一名美軍他的父親 在跟美國總統拜登會見之後 他出來說其實他們之間這場會面並不順利 尤其當時他很不滿拜登自顧自的聊自己的兒子 比他的兒子還要多 他說拜登長子波音呢是曾在伊拉克服役2015年的時候 因為腦癌失事 那麼美國國衛山莊報呢The Hill就報道 20歲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兵 剛剛有看到是舒敏茨 他不幸的在這一場恐怖攻擊當中喪命 而他的父親就是馬克舒敏茨 在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的時候也說 美軍軍官們做的其實比拜登總統本人還要多 接著呢他又開始抱怨拜登在8月29號當時 引領的時候頻頻看手錶的狀況 他說這個舉動讓他當時忍不住靠近太太的耳朵說 他對天發誓如果拜登再看一次錶的話 意思是他覺得拜登頻頻看錶的這個舉動 讓他覺得是他這輩子看過最無理的行為 因此呢馬克舒敏茨也說 當和拜登的會面一結束 他說當時呢其實有一名家屬也對拜登怒吼 希望拜登下地獄 關於這個和拜登的會面呢 馬克舒敏茨對拜登喊話 不要忘記那個名字指的就是 喪命的美軍士兵的名字 不要忘記那張臉 不要忘記除了他兒子之外 還有另外12個人的名字 並且請拜登花一點時間了解 這13名喪命美軍們的故事 再來看是這兩張截圖 這是伊朗國際電視台的最新畫面 說他們揭露了一段阿富汗難民大逃難的影片 還原他們像聖經故事一般大規模的遷徙的景象 從伊朗國際電視台公開的影片可以看到 逃難的隊伍是看不見鏡頭的 他們在沙地上緩慢的前行 其中隊伍當中呢有很多孕婦嬰兒甚至年長者和小孩 一名難民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說這是一段艱辛而且非常危險的旅程 因為路線大部分都是沙漠還有山脈所覆蓋 因此地形十分的險峻崎嶇 所以行走非常困難 他本人已經徒步行走了四個小時 他說其實也有別的路可以選擇 但是因為這裡面這些難民裡頭 隊伍都是很窮的人 而這條路用走的算是最便宜的 那麼這些難民呢分成了好幾個小組 跟隨著是伊朗販運人口還有偷運移民的組織 他們要企圖帶領這些移民企圖來前進 伊朗境內過上不一樣和阿富汗的生活 每日有報和太陽報也有相關報導說 成千上萬的阿富汗難民為了逃離塔利班的鐵血統治 現在正往伊朗邊境來前進 他們從阿富汗人口最稀少的尼姆魯兹省來出發 嘗試用走的步行穿越這個沙漠 大約是1600公里 路上必須經過伊朗再前進土耳其來逃離 他們原本飽受戰爭蹂躏的國家就是阿富汗 現在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呢 他們有估計50萬名阿富汗人準備 或者是已經逃離阿富汗 那麼各國的疏散行動呢 無疑已經拯救了幾萬人的性命 可是雖然值得讚揚 但是呢因為未來還有更多阿富汗人 他們企圖跨越國界尋求各國的庇護 因此聯合國也呼籲國際間敞開國門 讓阿富汗人可以尋求國際的保護 但是這個景象到了法國的首都巴黎 有不一樣的反應 現在巴黎呢有出現大約500人的難民 在大巴黎地區的官方大樓外公園搭起帳篷 他們要求法國政府可以給予住宿安置 而這個月才剛開始 其實巴黎呢在各地已經發生了類似多起的抗議 就是要求官方儘快來解決這些難民 露宿街頭的問題 但是現在還沒有有結果 阿富汗最大航空公司阿里亞那阿富汗航空 現在宣布將在今天恢復 從首都喀布爾飛到北部巴赫爾省 這個首府的國內航班 在外國軍隊全部撤離阿富汗之後呢 塔利班因為要評估喀布爾國際機場的 一個損毀的狀況 因此停飛了國內航班 那麼現在這一家航空公司 就是最大的阿富汗航空 宣布會在副航上面的這個航班之前呢 有進一步的消息 那麼卡達媒體也引述民航局局長報道 阿富汗將會恢復國內航班 可是沒有所謂國際航班的恢復日期 因為這一部分需要一點時間處理 以上就是全球現場最新狀況 安 사람 gate properly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